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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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还能让他给走了呢 对不起 是我做的不够了 我们特意调出了监控视频 希望能还原整个事情的来出去 好了 我就誓死誓活 跟你们也都没什么关系啊 老王先生就是在这段时间离开胸口 我们特意调出了监控视频 够了 不过那个视频是谁帮你弄的 方雅强给我 关键时候你这个妹妹够一样 对啊 那个监控视频 辛苦你 不辛苦啊 你就是我这么多年 分发迷迷的榜样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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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当 王医生 很晚 早点回去休息 今天我们心脏中心 有一个新成员要加入 灵异 大家好 也是目前国内能够完成高难度的 孟雅强手术的最年轻的代表 是天才新选手 大家欢迎 初来乍到多多关照 有事没事一起开刀 让我试试 吴灵弹 小心 你接着吧 陈琳主任 台上拿下两个人 我就知道他没问题 稳得很 谢谢崔月 给我们心脏帮了一个得力赶架啊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 从曹诺亚相手手里给挖来的 大人不允计 到时候请你喝酒啊 总是后臂破裂 九死一生 他处理得挺厉害的 男者不悔 悔者不难 病人现在的状况 是非常典型的A型主动脉夹层 不是关脉重合症 所以是误诊了是吗 现在整个手术过程还算顺利 但病人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周主任是不知道 血报告有假阴性的 老张 他就是命大 误打误撞进了我的诊室 如果遇到哪个经验不足的 或者马虎的大夫 他就完蛋了 老王的事情才过去多久 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吗 他现在的行为 说好听了 叫延误并行 说难听的就是再一次草菅人命 林主任真的是天才啊 对同事不尊重 现在 连崔院长包括咱们医院的百年传承 也没放在眼里 我就奇怪了 白主任 您怎么那么喜欢百年传承啊 那您出门别开车 直接坐马车呗 现在的问题就是病人差点丢了命 他凭什么不能知道实情 病人当然应该直起 但是你不应该跳过我 直接对家属宣布你的结论 我作为你上游科室 总是就不配你事先沟通吗 A型主动脉夹层 有多凶险大家都知道 争分夺秒 那按周准的意思 我该先跟您促膝长谈一下 是不是 等血管爆掉 对 也是个办法啊 这样就跟你误诊没关系了 我们是互相配合的战友 不是背后放冷枪的敌人 我们肯定不是敌人 但是不是战友我打个问候 如果你说的配合 是要我帮你赢的 那不好意思 这种配合我打不了 晓风主任说的配合 不是你想的 那是什么 而且你还给老张开了三天的 阿斯匹林和T格瑞洛 导致原本的手术时间大大延长 书中我拼命止血 书我还有10克警惕出血的情况 他确诊ACS抗血脚板治疗 有什么问题吗 事实就在眼前了 他不是ACS啊 他现在就是这A型主动脉夹层 你老婆当时情况非常清晰 那一开始也没告诉我要 花这么多钱 万歇的是命救不来啊 一般情况是需要20多万 什么 比如现在看个病女人 这么费钱 明明是倒在公司了 结果公司一分钱不管 上哪儿说了一天 怪我 当初没有提你的 你那个破公司 现在连工资都不给你罚 反正就几千块钱 连付个零头都不够 跟你我真没招 我书柜的抽屉里 还有一张卡 里面还有五万多 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影响生孩子 像小夕这种情况 今年还能怀孕呢 这个要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呢 咱们有没有其他的 性价比更高的治疗方式 我们已经尽最大努力 在帮你们生家了 那你给我个准备 是不是我用了这个机器 人就一定能治活 我们会尽最大努力 那这不就完了吗 我花了这么多钱扔进去 结果 不知道吗 妈妈 算了 你先别跑了 我再想一想 我也不能只考虑他呀 我怕一直都是你老公买的 你愤怒了 小心 你站住 你让他走 我们就能陪你的规矩 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你走啊 这辈子在一起见到你了 你说什么呢你 小夕 小夕 你给我回去 你怎么怎么不听话呢你 你给我回去 你给我坏你 走 你怎么要说 我们要跟一辈子都要 我今天能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人 你最幸福的女人 我会把你看得比我的命还重 这好天哪你合眼了 今晚还得加班呢 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谢谢你 倒是康复 我给你安个机器帮你呼吸 费用吧 真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的 只要一开机大几万就进去 那医生跟我说说 用了这机器也不一定能治好 那我这钱花了 我说的那张卡也找着了吗 也找着了 那点钱根本就不够用 咱每个人的命都得自己办 有的时候你就得认命 你知道我是我们家独子 我就是希望老了能给她 能报个大送 我得对她的负责 我妈拖了好几层关系 给你找了个大师 那大师可厉害了 得癌症呢比你严重多了 看一次就好了 那大师给你看一看 没准咱就好了呢 你说是吧 这是我当初吧 那我明天再来康复 康复医院 你怎么想的 现在这种情况 送她去康复医院 就是眼睁睁地等死 我是主治医生 她的命是我好不容易救回来的 说的这是人话吗 我们家没有积山移山的 我有我的苦衷呀 我是她老公啊 我能想让她死吗 一直没吃饭吧 下班了 给你去买了奶茶 点心 还有三明治 我不饿 谢谢 光干活不吃饭怎么行 趁现在没病人 不会点一点 不喝奶茶也不吃点心 那三明治留下鸡蛋饭中 好 要吃完啊 哥 那个监控视频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和张真一起做的 谢谢 不客气 你原来这些人民医院待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非得来动力 我承认要说资金是有一点点 我刚上医学院的时候 白袍仪式是你给我搬的白袍 你还鼓励我加油来着 我对谁都不重要的话 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 但对我来说就是特别重要的 从那个时候起 我就下定决心要向你看齐 每次我听说 你又做了特别厉害的手术 治愈了疑难杂症 或者是得了奖 我都特别开心 读书要是读不下去了 我就会想 哥哥读了那么多书 发表了那么多论员 那我也不能差呀 归陪的时候累得要是受不了了 我就在想 那如果是你 你肯定不会嫌胡爬累 你就是我这么多年 奋发努力的榜样 不敢当 王一诚 韩本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要盛组长了 盛组长 哇 这么厉害的医生 居然还有这么多头发 身中之内 把这个医生的全部吸血 老躲着我 别往往上扑 妹妹扑哥哥怎么了 天经地义 我们是家人 相互靠近才是本能 再说哥哥来东江那么久了 我们平时走动走动 这都是 我傻子你居行啊 吃可败 哥哥就是自尊心强嘛 他不想要让别人觉得是沾你的光 但我们可以主动一点啊 现在他自己闯出来了 我去跟他讨近乎 好像我要沾趴光 既敏感 又拧巴的性格 我可以作证 你们绝对绝对绝对 绝对是清楚的 你这要拉挺大一人 拉裤兜子上 好意思啊你 这一个小时我给您换三次了 你是对我有意见是不是 常常没有要呼叫林吗 我爸阿姨教授 遭受这么非人的虐待 如果说你们医务处 今天不能给我一个合理的交代 明天我就让你们医院上热搜 不信你就试试 我天生就有大嗓门 我就这么说话 那就开开你的大嗓门 我天生就有大嗓门 最基本的这些素养都没有 我冷静点 这个虐待我爸的故事 为什么到今天为止 还能在这儿上班 我以前跟韩护士聊过的事情 发生之后 他自己也非常后悔 今天来就是专门来跟你们道歉 我们不需要道歉 我希望医院立即开出这样的医护人员 如果说你们要是躺护他的话 我会向卫健委投诉 找媒体曝光 我爸遭受这么大的虐待 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个说理的地方 故事道歉 病人家属呢 不接受 就开除他 多简单的事情 韩啸就该开除 如果犯了一点错误 就要开除 那是问题主任 您还能在意问待着下去吗 总是没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就迁怒他人 上次晓风主任的事 你也是这样 你这样不觉得亏心吗 妈妈来了 谢谢 别怕了 就是砸锅卖铁 我也得救他 只要他能活起来 就是贪了 痴呆了 他也是我的女儿 我们养着他 现在这种情况送他去康福医院 就是眼睁睁的等死 最好的方案 就是在这儿用ACMO治疗 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们家没有金山椰山的 我有我的苦衷呀 我现在要搬出外手进去了 张雨昕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该做的我真懂得做 但我们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 不能再给花了 确实啊 总不能因为他一个人 耽误你一辈子吧 对吧 现在对你来说最稳妥的方法 还是得把家属都叫来 免得到时候你一个人 把责任先考了 事后他不能再来 找你修后算账 到那个时候 有理都说不清了 自己做不做 如果今天待在健康室 是我的家人 我一定会听听出来 其实医生的心 和那个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世界上 最希望你们能活下去的 尤其是那种人 艾克末已经安排好了 接下来我们会密切 管理来的情况 恢复得比预期快 观察一半场 情况好的话 明天尝试出几点 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连事消息的再生中 大一大都很好吃 那有没有什么话 让我带给他 我没什么想跟他说 录了一段视频给大家 护士是怎么做的 我们看一下 正在给 因为术后呢 病人长时间握床 活动量少 所以容易引起护床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皮肤的清洁和护理 护士再给病人进行 扣背排檀 那么术后 每两小时 就要给病人 进行一次扣背排檀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韩国社平时 对你治愈得很好 认真与护理 不必进讲一次的问题 就别再纠缠了 得饶人出气的饶人 手术病人的恢复 他需要医护工作者和家属 可以配合 才能保证患者的健康和平安 秀姐 来 我今天来 是给您和您的家里人道个歉 之前我做错了 我不该这么等 是我态度不好 你原谅我 没事 我给您把床摇起来 这样子您躺着也能看 好 嗨 这个是我今天包的包子 还热乎吗 尝尝 趁下吃吧 正好菜上了 包子你们现在还不能多吃呢 放心 我们听了护理科了 以后什么能吃 什么不能吃 好好听你的话 不急决定 撤销导宿 护士长和我 还尝尝出一个方案 你在GICU待了三年了 有没有考虑过动摇 调回手术室去 手术室的工作时间相对领导 对于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或许更加合适 我觉得你的性格和能力 或许更适合手术室 你说 行 谢谢小峰主任 小峰主任为了你腿都跑断了 说了多少好话呀为了你 到那边手术室 要听林大护士长的话 还有多听小峰主任的话 嗯 林大主任 你们那个公司一点不少 没有 老板说小夕生病了 耽误了他大促销 还说啊 没让我们赔偿就不错了 连绩效奖金都没发了 这种情况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啊 嚣张得很啊 说这钱呀 我宁可这个付给律师 也不给你 要告也能告 到时候如果需要医疗资料 或者别的什么帮助 可以直接找我 我是东江玄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我是为了张雨昕的事情来的 她的这个A型主动脉甲层 是完全突发的 还是之前就有相关的病史 张雨昕自己也说过 之前就有心脏不适 所以她之前就有心脏不适的状况 可能张得年轻 加上工作比较忙 当时没太重视 那张雨昕之前那个手术 是必须要做的啊 对 是必须的 可是我听说周竹人之前 好像是反对这个手术的啊 为什么呀 我不是反对手术 说明她当时没有做 你刚刚说你是哪个女 是张雨昕的还是在公司吗 我是哪边的不重要 我就是来了解一下事实 你既然说这个手术是必须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会反对 是医生之间 因为医疗流程有点分歧 与病人无关 医疗流程 医疗流程有什么问题 别的我无可奉告 我还有病人没送 我了解过这个A型主动脉甲层 手术的标准费用 张雨昕现在这个费用 是大大超出这个标准的 事实就是因为这个医疗流程 所以她的费用被大大增加了 请保安 这算不算是过度医疗 张雨昕不受医保保护 所以医生开担着这样毫无解释 请这位女士出去 还是谢谢小峰主任帮忙 我会去找主刀医生 在了解情况的 林毅 林主任对吗 林毅 林主任对吗 林毅 林毅 我是为了张雨昕的事情 这个律师是张雨昕的公司 委托来的 不是张雨昕的律师 我就是想了解一下 当时咱们小夕是什么情况 不知会死的情况 真的吗 不然呢 你质疑我 咱俩谁是医生 林主任你不要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义 我就是想要来了解一下 当时具体的情况 我没有误会 不管你是什么意思 具体的情况就是 她是最凶险的A型 主动卖家层 你来之前都不上我搜搜吗 那么简单的医疗支持 我当然是搜过的 但是还是需要 跟医生再核实一下吧 不管什么时候 干活拿钱都是天经地义 人家小姑娘为了工作 没日没夜 差点连小命都丢了 你们倒好 社保不交 工资不发还请律师 你律师不应该是帮助弱者吗 就靠这些无良企业 挣黑心钱 你考律师证就为了干这个 不亏心吗 你们律师都是这么骗人的吗 从头到尾 我也没有说过 我是张雨夕的律师啊 你用欺骗的手段 用到我说出的话 我是可以不认的 少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一个 非常有效的取证方向 那请你不要再影响我工作了 等到你还有个迷妹啊 小然师姐 不愧是方舟青大神的女儿 方小然 周晓峰 小 干什么 跟我来 还没来得及吃饭吧 鸡牛奶 加馅面包 科室里大家都在夸呢 民主要进入港港的 而且适适为病人着想 妙手勇心 体汗柔情 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 唐医炮弹药不如 绝对纯粹 你干 哎呀我这天哪 今天这春风落都堵成一锅粥了 早知道我就骑我的小店鱼来上了 你瞎让上什么呀 一大清早的 我就能一 吓到人家了 别人都安逸 平常未来的这个桑梅 你应该记得上我去 谢谢 是文杰的乌特 但是你还是自己推的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使 做事任性冲动不激厚恶 你的内心绝不会对病人不复杂 不过你这体系真的有 我们都清楚你童童也 不是这样 人家请吃饭 你一个小姑娘屁叼叼的就去 一点精神都不够 从事之前也玩得好心 对 这是一个外科医生的风骨 你明明是外科的人 天天去人家那科门前凑人家呀 现在人家升官了 你还跟他后来 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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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完 補完 我干吗 gasps 咱声的 servers 我是主治医师 一 你去哪 求助盼主 蹤主人对病人不是这个态度 还是因为张雨昕的事情 小奇怪的公司 他们的律师查到 他以前在别的医院看病的记录 现在就说 我们入属前 身体重病 公司 只肯赔我们一万块钱 他们就一口咬定 我们之前就有病 张雨昕自己说的 之前就有心脏不适 所以她之前就有 心脏不适的状况 你处心积累帮那工作 省了钱 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你对张雨昕来说 那就是救命的钱 我受人之托 受人之事 我是个律师 我就是要帮我自己的委托人 争取最大的选拟 争取什么决策 而且我从头到尾 都是基于事实的 张雨昕是高水牙 但不是所有的高水牙 都会导致主动卖家层 她说她心脏不适 那也只是主观描述 没有任何检查报告支撑的 但是她入职之前 H2都是旅行的流程 问了她既往病史 张雨昕就是隐瞒了 自己有高血压史的这个事实 晓风主任是明星医生 又是心境的组长 还是柯主任 接班人的最有力竞争者 该不会不知道 要尊重事实这种大前提吧 你还调查我呢 你能费什么力气啊 知己知彼吗 我知道你气我诈 那如果法官知道 你们在给她做手术之前 根本就没有做增强CTA 你放心 家属没有追究 也没有追着公司不放 我肯定是不会多事的 之前就想要去院找你 你们加个微信吧好不好 不必有吧 我有个朋友 也是做电商公司的 他很需要张雨昕 这样勤劳的员工 于是我就顺手签了个线 我这个朋友的公司 可比他原来的公司还要大 开的薪水还要高 他现在只要全力了 就可以马上入职了 你撒我还是我撒你啊 那这件事你为什么不直接跟张雨昕说 就想卖你一个人钱 张雨昕前公司的委托律师 我就算是真心想要帮忙 你觉得他会信我吗 他不觉得我给他挖坑都不错了 加一个吧 我撒你 找你牵线呢 还有一定的担保作用 你要担保他是真的权利 如果他之后 有什么后遗症影响了工作的话 我就让我朋友直接找你的情长 那我也可以不牵着地想 善良政治如小峰主任 你怎么可能错过这么大好的一个 帮助张雨昕的机会 那他总不信 你们律师人太可怕了 你们医生救死扶伤 我们律师匡扶正义 这不都是一样的吗 所以小峰主任是为什么想要做医生啊 老师家里有个女人做医生吗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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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老板写了这些加油的卡片 给他打气骨劲 希望老板能够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手术 林医生不让我们进去 把我们赶出来了 行吧 把我们摇乱动 正视前方 怎么六点钟就发烦打扫卫生 让人塞都挡不住身 白天找安静的时候 你还给劲 这是他医生的含饿 让我喂口牛奶行吗 汤什么行 牛奶不能喝 要不然我们这番手术 令总 你找我 你来了 先别说话 吃也不让吃 睡也睡不着 一进医院就是人为刀足我喂鱼肉 我是来遭罪的吗 院长不是说了吗 我有事找你 我有事找你了 林医生 林医生的手术是在傍晚是吧 差不多 大概起来 这说不准 要看前面的病人起来 九十点也有可能吧 你先别着急 林医生开玩笑吧 就这个服务态度 在我皮团我早给他开 为什么就他一个人到特殊 今天一大清早 周主任就亲自上门熟了你 他看来他不是VIP啊 是VIP种子 不管林医生是不是VIP 他都是VIP 我听到了 听说您比较关注这个术后的监护情况 所以我过来看看人 朱律化假是有点痛苦 但是用毛巾温护一下会很难 我就说嘛 知道了我不会弄嘛 这么弄就行了 嗯 你也多陪一眼睛聊聊天 分散分散注意力就好了 哎 热一下好多了 哎 那我手术之后我就会门关了 对 到时候我是您的管床医生 嗯 应该五点钟之前 手术室就会通知来接您了 您再忍耐一下 好的 谢谢您啊 叶方大夫 谢谢啊 不用应该的啊 这下玩不错 我哥哥在一个医院工作 好生气啊 以前 我老羡慕我的朋友 我哥哥 但是这样你之后 可是再也不羡慕他 因为他们哥哥都没有我哥帅 也没有我哥优秀 妈妈也可为你骄傲的 我可以吃快乐 你咋啦 你 慢点 是大家关心了吗 行了 赶紧回去吧 明天见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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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烟 慢 稍等我一下啊 师傅 好 来 你记住这也可以的 走吧 到这儿你可以自己走 这边 这边 没走的 妈 开门 怎么会收密码啊 好渴啊 你进来吧 进来 进来 在这儿 哥哥的名字还是妈妈取的呢 妈妈的名字有这个竹字 我们俩的名字都带小 就是两颗小竹字 吃吃 我们今天聚餐 庆祝哥哥当组长 有二十几个人呢 都规格都管 很不容易啊 谢谢 韩护士的医生 哥哥也处理得特别特别好 最后他们双方达成了和解 然后韩护士呢 也调回了手术室 家属也表示不再追究了 他们两张对这个结构 都特别烂 处理得特别好啊 我也帮忙啊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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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上去见一下小枫 现在孩子学习任务很紧 我们不希望他总被打扰 那什么时候方便呢 小枫 放学了 我带你去掺帽 不 那我们去逛商场 妈妈带你去买双白球鞋 等妈妈安定下来 就来接你去东江 欢迎来到东江科大学 你可以成为学者行业生 你也可以成为实战行业生 成风陷阵 救死负伤 住学校宿舍 四人间 我也不知道你还缺点什么 立马是你能力生命 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爸爸给我生活费了 我十八岁之前的抚养费 因为复过 来之前我爸就冲住过我 让我不要试图依靠任何人 也别想着沾谁的光 路我会一步一步自己走 我会成为一名顶尖的医生 谢谢你 我们今天聚餐 庆祝哥哥当组长 哥哥现在有望成为我们医院 最最最年轻的行政副级任 有二十几个人呢 我哪都会跟着过 你真的是有成熟的管理者思维了 我先回去了 小朋友 大家往前看 生而不养 那又何必是吗 出来拼命工作 也是想 能够有一天自身强大了 我可以把你绝导身边 给你更好的声 你不要这么自我感动 你拼命工作 是为了成为房主人 房教授 不是为了梦 哥 其实妈妈 你这不是挺清醒的吗 我从家念书年龄跳起 心心苦苦把本说话都念完了 我怎么会感兴 被困在那种家庭里 我也不感兴只做他的妈妈 我自私 伤害了他 不要强求什么 等妈妈安定下来 就来接你去东江 等你把这副拼图拼完了 妈妈就来接你 生活费 必须爱甩点给我打过来 这是你和妈妈的医务 说是要付过静虚个两三年 一心就只想着网上网 要名要立 要画画世界 就是不要这个家 刚刚哥哥说了 他不恨你 他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 证明他心里犹豫 想要靠近 还是较劲 我要去实名举报我们公司 出院就去做一件大事 差点 是你帮我从黑白无常的手里 抢回来的小宁 不出半年 满许复门 不用等到半年 这是我个人的微信 康福期有什么问题 随时联系我 真的可以啊 好 谢谢 张雨昕终于恢复元气 水里出药了 行了 行了 那不是田磊吗 他来干什么 可能后悔了吧 绝对来看看 能减少自己的后悔吧 现在后悔有什么愿 减则在生死关头抛弃爱人 只希望张雨昕以后 能别遇到这样的人 重新开启新生命 能平平安安 一起走到最后的人 不幸运 不用救你这样生死的考虑 爱见 你根本就进入考虑 每次有我监护过的敌营充院 我都会来这儿看 看到她没有恢复健康 有什么坏心情也没有 我参与了治愈她们 她们也治愈我 我发现你还真是容易 从生活中的任何事情 当中得到满 点心意 麻烦您把别的事先放一放 把我先生的手术 安排在第一台吧 办不到 只能按正常流程 跟这也没关系 这是嫌钱少是吗 手术之后再加点 你在干什么 这水也太冰了 我给你们把误一误 见过有人什么误的吗 他最近总说呼吸困难 你成天那么多人围着 能不困难吗 你没跟他们说 只留一个人吗 老板有事您给我打电话 我就在楼下 怎么讲这些西线管专家呀 比来比去呢 就是曹教授和您最厉害的 我能不能提起人手术 我这事太薄了 您的情况不是那么危急 他已经在医院待着 您这手串 那么带进手术室 我扶您 那先给我 董事长 我有个紧急病例去看一下 喂 那他的命是命 我的命就不是命了 那要不我找别的主任给你做 你什么意思啊 你耍我呀 你要敢迈出这个门 我就跟你没完了 吓死谁呢 不能走 我不想说了 我出院 那是不是V创 比开刀要恢复得快呀 三四天就能出院 这只要不开刀啥都行 东黎医院的心内科科主任 跟我也是有交情 姓白人不错 晚上打电话 我个人觉得V创是大局 那就这么定了 就去白主任做 那是不是 该先请示一下崔运长 我们又不去到外科去抢了 老子给我去了 组织 星帽里有液体出现了 好像是做一期 都说全怪怪 期限越来越多了 起安意识在往下走 心跳也加快 咱们是不是该回家星帆 再等等 还没到那一步呢 小方主任 方便吗 帮我个忙 你现在到复合手术室 帮我拿个手术清照 送到熊风流机 白老师不能再等 闭嘴呀 我知道 老邦主任让我送一个新抄仪过来 他把我帮你给你拿吗 你又拿一个来 可能忙忘了吧 这可不像是他啊 他平时大招小招 都记得牢牢的 还会反复确认 这可不像是他啊 他平时大招小招 都记得牢牢的 还会反复确认 帮我拿个手术清照 送到熊风流机 对 我很着急 确定是宴会了 你看 术中出现失血性休克 手术时间四个半小 原本就是 检检单单一场手术 两个小时就搞定 这点搞那么复杂 也不知道白主任怎么想 如果我不赶过来 你还打算拖到什么时候 这次真的是失手了 是 对不起 我还是有点担心 谁放到你 说还没出来 来了 基根那么高 研究指标也很高 胜功能损伤了 小二哥 我好了 怎么回事 这崔演长怎么知道这事了 或许是燕总的家人 和下属告诉她 可是我听说 我在复合手术室的时候 方小然去过控水室 监护室的病人 需要做噪音什么的 她都会提前过来问一下 你和你这个妹妹啊 是越来越有默契了吧 你当时为什么不阻止 白主任做手术 你自己在会诊上 明明亲口说的 她不适合做胃床 她也对我们做成功了 对咱们科室 咱们医院 都是最好的宣传 我找一个分量很重的学术期刊 你写一篇开心日跑的发表 你是第一做的吗 不过我承认 我确实有私心 她最好的选择 就是在手术室 多等我一会儿 因为燕总手术最危急的时候 你为什么天天第一个时间 长到睡 我第一时间就想到你 想到你给的开了刀吗 我先去换小公主任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 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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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 我们想到你 恭喜周祖队 运气不错 是实力 是实力 天明 打个比赛呗 是谁啊 检验科的 老肖 天明 我知不知道是个小老师 你自我问她 都可凶了 我自己都对了 哪个小老师 是检验科那我小老师呗 赵雷 后球 声 一 二 这盒子够磨叽的 这叫同仇敌忾 谁让他欺负我们的人 没想到秋大战可以啊 这看起来那么温柔弱 忍住 气口气团 大秋是靠脑的 没有我周公里能得用不分 别闹了 吃饭了吗 没闹 我请你 二十堂 我真没想到半量惊人 你妈妈是人民医院的 方无亲方主任 那你也应该接她一波啊 你爸呢 我八岁的时候 他车祸去世了 对不起 在医院见了太多的生生死死了 监护室虽然不是站在第一线的工种 病人进来的时候 大多都是昏迷不醒的 我出去的时候 能说 能笑 能跟我们告别 我就觉得比什么都开心 都是治病救人 这也算是借我妈妈的一波嘛 我妈会说我太理想重 我只想要白日梦 我只想从冲进云 怎么了 当初为什么选择当医生 我爸在我小时候是因为心脏病走了 他俩一样 起初是想救自己爱的人 然后救所有人 爱所有人 我儿子假消错过敏 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药代替 还有什么什么 我儿子假消错过敏 您上回说了 发床 换药了啊 他假消错过敏 医生没给他假消错 我每次去疏医 他都要给我强调一次 他儿子假消错过敏 我就奇怪了 这过敏史入院手 华上不都醒着呢吗 也不知道是他见忘 还是怕我们见忘了 被有药物过敏 多提醒你很正常 别那么不耐烦 我们就是感觉宋星炎妈妈 对于假消错过敏担心的程度 有点反常啊 二零零二年出生 跟宋星炎同一名 宋星辉 是宋星炎的双模太胸脸 宋星炎是哥哥 宋星辉是弟弟 那年只有十二岁 他当时是阮尾炎手术如远 术后经理假消错注射液的时候 出现了速发性修口 据说是当时的值班医生经验不足 没有第一时间试试假消错过敏 所以他的一个儿子 因为这么低级的医疗师傅在这儿没了 他现在又把另一个儿子交到我们手里 这次手术我们不能有任何闪失 宋星炎跟他突然晕圈 心里走出来 大概率是冠状动脉瘤突然破裂了 可能需要经济手术 我现在就回来 我们可以断定 基本是动脉瘤的出血 引发的心包天赛 必须立刻进行手术 但情况又很突然 他们在有警示 而且还在抗瘾治疗 治疗非常困难 术县准备一向都不符合 整个手术 风险非常高 但我要事先跟你讲清楚 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一切 到最后都有可能是无用过 对了 有些话我想提前说清楚 我们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我们也要上 我们对你有信心 咱们可是团队 饭勺 真的是个好主意啊 天才 只要做好无军措施就没有问题 好主意 成名百岁 收书成功 谢谢 我不用你陪我妈妈 现在没有人能陪你 只有叔叔 知道吗 妈妈的工作很重要 妈妈在救人呢 你的工作不重要吗 叔叔的工作非常重要 万一怎么在这里 叔叔可以拿点吃的 好 哎呦 你不能吃啊 这是辣的啊宝贝 来来来 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叔叔有玩具 他怎么没有手 他为什么需要手啊 一个真正拿上通 红的 既然有点 他先喝口水 还真喜欢红水 还有这些图吗 睡着了 就这么一直抱着 你知道我就经历了什么吗 不行 抬起来 抬起来 扛我一程吧 不好意思不太方便 脚磨破了 布一个血脚印 可怜可怜我可怜 我坐哪儿啊 人家说坐朋友的车 最好不要坐后女 显得开车的人像司机呀 那就坐副驾呀 副驾 是女朋友专注我 别的异性做不太方便吧 你走不走 生日快乐 但我从来不顾身份 普通日子也可以收礼物嘛 就当个普通礼物说 你这样不收我会很尴尬 打开看看呀 现在就差呀 也不知道给你买什么好 他想说你不是有手工吗 同气所好 谢谢 你今天心情不好 没什么 我平常就这样 你旁边这位呢 好歹也是 一次性就通过了 司法考试的最强大脑 我专注排忧解难十几年 那他已经比所有人 都勇敢很多了 但他当时打电话 给他同事的时候 并没有明说是什么事 成年人嘛 给双方都多一点台阶下 那如果他这个同事 要真不想帮忙的话 可以装黄兔的 那他俩关系应该是很不错 而且很有默契 一个信号就都懂的 他丝毫没有 所以你真的觉得 他做人没有问题 而且做法也很聪明 替我转达一下 我对你这个朋友的仰慕 有空约你这个朋友 出来一起吃饭呀 谢谢你送我 蜜角没问题吧 没事 我信小薰没急不路了 那你自己当心点 拜拜 女性照料撞骗有意思吗 你开玩笑的 你没信心跟你开玩笑的 明明可以活 为什么要选择死啊 而且这个手术 他都不用开修 就是个胸腔劲 切口就四到六公分去 那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 你救不活 他我活着干什么 未能遇见健波 就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你们怎么出车祸呢 大巴司机 疲劳驾驶 我说如果我们没有换足队 那现在 他健波他会快的 我会让他再也真的 你这样下去不行 八糟品比率越来越高 这属于戏份家是不是 不是我不帮你 说个事 有惹不进的忙 现在只需要您帮忙 说一个善意的谎言 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 您为什么就不肯呢 难道你要眼睛睛的看见 秦威就这么一点点恶化吗 那脑损传那么年绲 怎么可能行呢 完全没有希望了到底 求您帮帮忙吧 几点啊 要把这钱吧 谢谢您 真的有可能好久 可能会有这个希望吗 主任说他会好久的 这是可能 手术做了啊 手术好好做 我先走了 到底还是对着撒了火 刚刚墙面又急修急修 你也有份 你们会后悔的 只要病人平安 我从来不后悔 我都说我这个二斤板托锤 有一种手术 不用开刀 教什么 二斤板前加术 拖锁其大半多久 两到三点 你这么年轻时 不适合这个手术 这个只要两到三天 我恢复好了 就可以去陪健波 等他醒过来 外科手术 才是你最佳的手术方 那健波都这样了 我冒险显无所谓 宴辉的事情才过去多久 你们就不能长点记性吗 给病人不同的 治疗方案考虑 我同意 但绝不能有人背后攒动 而且你们那个白主任 还偷偷摸摸地 申请了减免费用 做事能不能敞亮一点 我就不敞亮怎么样 做组长也不能有私心 林主任 你这话重了 咱们对事不对人 为什么你次次 都跟他站一伙呢 人家做手术 伸直加薪 你图什么 那么喜欢跟着他 你去内科啊 小宫主任 就不是那样的人 选择 闭嘴 有人问你意见吗 你说你要做卫妆 但这个手术还不成熟 说过的规范 林主任 我知道 我要装复将军 陈威 别生了 别生了 你们医生都是骗子吧 你们都是骗子 你们都是骗子 你可以一辈子恨我怨我 来做我你的医生 我还是希望你接受手术 继续你的人生 你们周主任 在医院是不是特别受欢迎啊 也有不少同学 我觉得他有距离 冷淡这是他的假象 对于要追 那么追 坚持不懈 摆车不能追 小方 小方 求助求助 美女仙 到医院找我的时候 你就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对 喜欢的是我哥 不是 那个 你喜欢的是小蜂蜂啊 是你哥 那个 律师太恐怖了吧 明明律师太可怕了 不好意思 拔出你们这么多信息 他就像是这个冰皮吧 不熟悉他的人呢 就觉得他外表冷冰冰硬邦邦的 但其实 他只需要一点点时间和温度 他内心是一个特别柔软的人 我就喜欢他这冰壳 他要是没有这个冰壳 他就只是个普通汤原味啊 普通汤原味还有什么意思呢 嘿嘿 我给你示范一下什么叫打枝球啊 今晚跑步呢 老地方见 你们还有个老地方啊 都亏了你都是你微博上看的 一起吃晚饭吧 鸟回还主动约饭啊 就是他逼死约饭吃饭 就是要主动出击 这准备人就是最有效的 周主任请吃饭就 真的只是吃饭啊 谢谢你给小四一送的礼物 喜欢就好 七折啊 拍一张吧 真情侣拍了才算数 可以吗 那给我 你还想再吃点什么 水果 笑什么 我们第一次约会之后 去做点什么呀 你可以陪我去调个礼物吗 好 请大家去下午茶 陈月 我女朋友 这个是个关学的 保密工作做那么好啊 我一点都没发现 我们可是大连南京年好 你就剩一个 要你给抓紧吗 我 你说什么呢 你平衡 冒傻气都传染了啊 这个好吃 你快吃 我这个门 门得传染啊 嗯 有点眼睛价啊 阿达了啊 好甜哦 好甜哦 哈哈 这边会怎么那么好笑 双腿凹现行水手 心衰的表现 我就是支起伍颜言 你给我开点药就行 先给你抽个血 做个新剑头 我只要一吃药 就里面好了 我刚听到你心脏也杂了 你这不像支气管理 你做完 直接拿着包裹进来 找我就可以了 你刚抽完一拳 包裹还没出来 那个新剑头 刚还带不住 我这个 你没啥不着用 你把药都开了 还是没有 有新衰的可能 再做个新超 我估计你现在是 比较严重的半目病变 得做个新超 看清楚问题 几乎一二千 二百多 我们这跟请问 有什么区别啊 您是外地医保是吧 玩我是吧 把新闻给钱收拾 对了 给钱 有报告出了 正常人只在一百以下 您的数据 远远超出了三个字 这就是明确提示 新衰的 那你给我治病呢 你给我开药啊 你给我开检查 干什么玩啊 进一步的检查 我们才能看见一种 半目病变的程度和位置 我们得用新超语 去完成这个检查 让我们才知道 怎么给你治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 已经不会看病了吗 只有精进才会看病吗 我们的钱 不是大门刮来的 我想来谈 浪费人家的时间 我可以看 没事 别急动 别动 别动 别动事工部 让你派人过来 好 你找人干吗 都这么干了 你听我说 你先别 喂 喂 怎么还打人呢 你要看 怎么还打人 我是你 不是 你看 不是 你看 别人打人 不是 夫人 夫人 请问是周医生吗 请跟我们到派出所做个笔录 就是我打的 居留就居留 我们赔礼道歉 我们 我不量纸 请你们一把处理吧 带他带 他是因为生病了 所以他才一时冲动 他 他不能做劳纳 生了病症 能随便打人吗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派出人 是富高了 你得今天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要注意跟病人的沟通技巧 要避免发生这些冲突啊 整个刘生 我没有做错事了 你去跟病人道个歉 不要提话矛盾 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啊 他打我 我还得给他道歉 发生这样的纠纷 你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我当科主任十几年了 在我的科室 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天才是很快的 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小事 去影响整个科室的名誉 你赶紧去跟病人道个歉 方教授 师姐有什么吩咐 后天吧 在你院府边办事 你有空吃午饭吗 那也好 那就后天见了朱小宗 小枫主任在胸痛中心 被病人打了 你这么信任 我把两个孩子都放在我们院里 结果我还没照顾好 让小枫受了委屈 我给你保证 这样的事情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事情我也了解了一下 我就是希望啊 小枫的努力 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 但我们不明眼看他 巴掌也挨了 还要被自己的领导含了心 那一定会做到公平等症的 我放心了 方教授来了 方教授 白吉白主任 和周小枫的关系怎么样 目前现在那边推了两位十家的候选人 只是没有小枫主任 既然杨贵兰的手术 你和小枫合作得不错 完全可以一回生二回熟嘛 我举双手赞成 我没问题 可以凑成一个固定搭档嘛 这样也能实现更多的 跨科室的合作诊疗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 你们两个可以直接向我回报 你 我没问题 小枫 你工作上一直都很认真解决 办事成为 你呀 帮我看好一点你这个搭档 你不要让他再充电捅柔着 不知道两位科主任意下如何 这次有难去是好事啊 优秀人才强强联手 能够形成更明火的尖刀队 我们的第一支尖刀队 从今天开始就正式成立了 祝你愿意快乐 祝你愿意快乐 来啦 给我 做了一桌好菜 让你尝尝我的手艺 我说这个人有时辣 你看你一直都这么年轻 就是啊 妈妈越火越年轻 几个月吧 就祝我们仨都快乐 平安健康 我们做好好的 生日快乐 我给咱们沙拉个琴吧 琴名就叫竹林三宝 有你的 谢谢 我把照片发成了 这个画面我向往很久了 你那神秘的礼物是什么 快拿出来看看 哇 手链 我和哥哥心有灵犀 你告诉我 但是我买的视频 真好看 谢谢天啊 小疯了 你喜欢就好 你前几天不是刚买了一对耳环吗 你去戴上黑套 你 你今天能够来 真的特别特别的高兴 我也是 我可以作证啊 妈妈这一天笑的 比这一个月笑的都多 那我们拍个成家福吧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说你长得这么好看 人又这么好 一月里肯定很多人追你了 那你就是有喜欢的人 你也有 那就肯定有 我也不知道 算不算喜欢了 其实一开始我挺烦她的 我觉得那个人 自败 挺丰富的 轻上一千岁 跟她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发现她跟别人不一样 她不通人情世故 也不想公民利益 就是一个内心特别简单干净 然后一看见她心情就特别好 特别小小 睁开眼睛跟瑞全想的都是她 那就是了 你就带了呀 阿乐她喜欢你吗 好像 她还挺乐意跟我站一块待着的 那就是双箭头了 啊 我可真羡慕 嗯 她不像是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松 她就又是一个宾客了 像水墓 水墓也并不生有 那就是切不断 爱情里的人就是容易给 患得患失草木槿 你与其这样的对物 那打个直球 发信息 嗯 我不打 你要打也等她打 你打 什么 理想主义的浪漫炮 在医院见了太多的生死 还更要珍惜身边的人 过好你几天 虽然这个世界有战争 有疫情 有灾难 但是此刻有阳光 有花 有鸟鸣 当价的一刻 就是最好的一刻 你说对吧 嗯 林主任就这么两手碰碰住进去了 现在口牙刷重点戏都没拿 我去吧 正好我去呼吸喝送点东西 只要想去 东南西北都是 春夏秋冬 全有 他们两个一起去着 怎么只说她呀 你女朋友在这儿呢 你先管好她吧 哎呀 你别说了 这样我给你打电话 你什么都不说 转头一出事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她 你是不是喜欢她 人家女朋友在这儿呢 我是她哥 我亲生的 你怎么来了 咱不是约晚上吗 你加个号吧 你哥哥 我给你搭个麦子 怎么来 不舒服啊 上司成绩 这是有人在做 吃饱了 走吧 你别说 你今天天天想我了 不许我见 我想你 就只有这几天她想 那行 快去吧 不是 你们就是要让她 白白被打啊 哎呀 你小点声 见面都说 没有达到轻微商的标准 而且一直拌一下 息世命人 最主要的是 哥哥说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让我和林医什么都不要说 什么都不要做 所以就只能这样了 随便一个穿百大挂 人都都是寒窗苦毒十几年下来 每天这样辛辛苦苦 没日没夜的工作 最后还会挨打 然后就这样被打了就算了 更气人的是 我中午那会儿听说 那个人居然大摇大摆地 回来探病了 那狗林匿居然还接诊 什么 林匿接诊的时候 也不知道她是谁 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 我干嘛 你替我走吗 你别去 下去吧 你跟我走 下去 你别弯跑 快上床上歇着就 妈妈 妈妈 你打个手就行 好 玩火花 你别去 让我去就行了 来 来 你跟爸 来 来 来 快点儿掉了 不是吧 来 你在这儿画画啊 你怎么去个厕所啊 谁让你在这儿画画的 你这样损坏公路需要罚款的 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你的罚款 以后不许这样随便乱乱乱画了 知道吗 还有 长大了 不许随便打人 你不许随便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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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主任当时给你听诊 判断你是严重的半膜病变 你检查做了 他坑你没 这么大的人了 是非对错分不明白 我们知道错了 你还不知道该是不是 说我错了 对不起 该是林主任 一百人情报的不许随 在四十出头的人 半膜病变到这个时候 有许随便 放心吧 谢谢林主任 哎呀 他疼恐不等待 这么大面膜出息 我们二十过一手 这是怎么回事 不要想认 领内大量出血 需要紧急抢救 出血 阿宝 你个人都不成功 为什么 我们之前做的这个 你给开的那些项目 都做过的 从今再做一次检查 是为了确保 我们能够在手术前 掌握病人最新 最准确的病情 所以这些检查 都要再做一点 我们家确实是有困难 经济困难 这个是我们老大 过两年就上高中了 我们还有小的 一个老二 男孩才三岁多 还有我婆婆 她年龄大了 这几天身体是越来越不好 我们家确实是有困难 你说我们要再把这些检查 重新再做一遍 又得花两三千块钱 那都够我们大女儿 一个学期的生活费了 这些真的是 刚做的没几天 那你再去查个新疮 再查个血 其他的不能做 你拿了我的钱 他把我老公给吃死了 让我怎么活 你放开我 你们都是狠医生 红包是怎么回事 我当时是收了 为了让他安心 但之后第一时间 我就交给婚礼 本来今天早上第一时间 我就应该找到病人招呼上 但是刚才我 我去那趟产科 我就给忘了 这事是怎么办 而且办公室也有监控视频 完全可以证明 林主任他就是把这个红包 放到我手上了 可是家属那边 只不永如何也不会死 我老公在你们医院 被你们治死了 现在是不是想在这儿 找点钱 想把我的钱拿回去是不是 还想找你们算账呢 走 出去把账撒 你别干 你别干 你别说 我说我怎么会想找你们 你别说 你别说 把这样的孩子 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是更残忍的事 林奕你要干什么呀 可是他在我肚子里 已经五个月了 他活生生的在我肚子里 已经五个月了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就会全力以赴 你们都不懂 因为当妈的心 你们都不懂 我就是因为太懂你了 所以才不敢告诉你 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没孩子就没孩子 咱俩老了一块去养老院 那老头老太太 互相照顾不也挺好吗 可是如果你要去冒这个险 那万一 你让我怎么办呢 陆正我做不到 我们什么办法都不用想吗 我什么办法都不用想吗 我求你 你这孩子的办法 你不要 我求你 陆陆主任 要不我们再评估一下 看个风险究竟有多大好吗 你需要我做什么 我都可以做得到 只有你需要我做 我都可以做得到 就算宫内介入成功了 胎儿的忧心事 依然可能发育不了 即便明知这样 您还要把他生下来 我以后把他生下来 那您有没有想过他愿美了 一辈子都想背着一个定时炸弹 永远会活在疾病的阴影之下 因为活动耐灯差 所以没有办法争吵运动 社交 性格还会懦弱自卑 您很美当 排除万难把他生了下来 但是太自私了 把这样的孩子 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就是更残忍的事 李易 你要干什么呀 你疯了 我有哪说错 整件事情就不应该开始 因为你永远活在 你护心病的阴影之下 因为你个人的因素 已经严重影响到 你身为医生的立场和判断 那你为了让所有人都爱 为了让一个孩子 不被妈妈抛弃 你就没有私人情侣在里面 我是把你当公业才告诉你 我也 我们不吵架 没吵架谁吵架呢 日式上的孩子 可以尝试考虑做宫内介入 先进病的患儿 只要干预及时 生存率都不低 甚至寿命可以接近正常人 生存率 和生活质量 是一回事 就算宫内介入成功了 小孩出生 等待他的事什么 看病 急诊 手术 看病 急诊 手术 周而复始 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我真想不通 你还是我之前认识的命运 我认识的您主任 满腔热血 从来都是把生命 放在第一位 但凡病人有一点希望 哪怕冒着被处分 被吊销执照的风险 也绝不放弃 那你失望了 一个新生命的单身 有各种不同的可能 但未必就是 你所担心的最坏的那头 当然一切顺利吧 他既然出生了 我现在就得让他 完整地体验一生 我好没遍 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大 这么精彩 刚好玩了 你现在过来了 好 那你快点啊 还有两个号到我 不是 既然失去意识了 我马上过来 我喊我妈吧 原来没事 你去忙吧 小姑娘挺勇敢啊 我回家了 你都坐我来吧 我申请回家 医生就同意了 那我们也早上去接你 你也没关系 你又交班又要插房吗 你妈妈来陪你了吗 来了 我下班去找你 我 我有点累了 我想睡 我回头再等 手术很顺利 病理报告我再盯一下他们 保持心情愉快还是很重要的 都在医院怎么也不过来陪一下 让你女朋友一个人都是人 一个人 她妈妈没有来陪她吗 好好哄哄人家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下次绝对不会这样的 你别生气好不好 周医生的病人都是生死有关的 我怎么比 我要是真的生气了 显得我多不同情男人 当然你不是啊 我一定会多花时间地陪你 问题是你哪儿有时间呢 你永远都是二十四小时 上手啊 给我一个将功不过的机会 是又一个 情侣默契大挑战 第一题 冬天还是夏天 时间到 只有一对答对了 你不喜欢冬天啊 鸳鸯锅还是麻辣锅 知道我要吃了 你每次都给鸳鸯 只有周医生是鸳鸯 还是明天 哎呀 请在三秒钟之内 写出对方的手机号码 三 五 二 一 开始 几秒就写出来了 我们这个周医生可能是对数字方面 不是很敏感啊 听最后一题 选择爱我的 还是我爱的 选了 选了 然后我以为你最后一道题会选我爱的 我也以为你会选爱我的 我想要出国读书 我前阵子拿到奥法了 恭喜你 一走就是两年 挺好 鸳鸯其实你没那么喜欢我吧 我怎么就不喜欢你啊 我刚刚说我要走一走要走两年 你就只有一句挺好的 你都说了 这是你一直以来的理想 那我还能说什么 你就没有一点舍不得我吗 那我让你留下你就留下了 我现在在告诉你 在跟你说 不就是想跟你商量吗 就想看你是什么态度 你永远都让我觉得 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什么 那你永远就是这样冷冰冰的 我们的关系只要有一天 我不主动了 它就结束了 你突然告诉我你要出国 申请出国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吗 之前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 那你呢 你跟小人的事情你告诉过我吗 你跟家里人的事情你跟我说过吗 你帮我当过自己人吗 你真的翻旧账有意思吗 你工作重要 人命大过天 我理解我都认了 我都忍了 生活上我也很少指望 你像别的男朋友一样 永远都要虚寒问你 体贴入微 你偶尔能做到一点点 能用一点心 我就很高兴了 但我就那一次手术 就那一次还在你的医院 你都不能出现 手术的事我向你道过歉 是吧 我知道你在努力肺炎 我也在尽量调整 但是从一开始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我没变过 我现在就是觉得 原来我也有我的情感需求 我也需要选择爱我的 我做不到 我真的很喜欢 我可以向你套路 和你们双向奔赴 我好像 总是把你的善解人意 象征理所当然 其实我也想过了 我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 你就是这个样子 我也说过 他喜欢你这个冰口 只是我也得承认 我可能就是自己 现在变得贪心了 我就是希望我的感受 我的需求 能多得到一点回应 可能我需要的亲密关系 是三十八度的 但对你来说 三十五度就是极限了吧 可能我能想象到的亲密关系 也就只能到那个程度 我申请留学这件事情 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 确实是我不对 但我当时想的 不一定能申请成功 也不一定会决定去 即使是我提供下来的时候 我也没有第一时间就决定要去 但我能拿到那个学校的提供 是很不容易的 不是赌气 也不是为了试探你 是真的想看你是什么态度 其实就是手术之后 我下进决心要去的 我也想要为自己的未来做点打算 当然 我们都没有错 就是有一点不通平而已 两个人在一起不就是要浪和 要调整 而且重要的是 我喜欢你 我真的很喜欢你 我只想考虑你 三十八度就是三十八度 我可以向你考虑 我能力向你的三十五度考虑 一时高烧可能不利于健康 低温比较容易保鲜 对吧 周医生 有道理 我们双向奔赴 给我们两杯B5汁 不是要升温吗 这B5-2轰炸机 一直在这火燃着的时候 一口气干掉它 吸把在那边 谢谢 一 二 三 这五十八度好像还是有点猛 再来一个 你疯了 我能感觉到这段日子 你的改变 你的生活 但是渐渐地我发现 我已经不会再需要陪伴的第一时间 想不起你了 这个病人是HIV 养静 第一时间阻断了吗 马上进行普救手段 撑起家属 为什么撒虎 我弟弟的病 大家知道怕都怕死了 我要实话告诉你们 你们肯定不救他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你弟弟的命是命 我妹妹的命就不是命吗 反正他人在你们医院 死活你们都得管 你说什么 住人 住人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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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 你怎么来了 你闻了吗 你眼睛都充气了吗 充了 充了 组断药已经吃下去了 从接触到吃药 不到半个小时 没有耽误 但现在 药物组断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你反正现在上不了班了 你就跟我回家吧 没有 我一会儿还要去交界一点工作 我收拾完东西我就回家 我是亲眼看着他冲洗眼睛 组断举施 一定不会有事 怎么就让他遇到了呢 怎么就一定要是小燕呢 他都不是个外科医生吗 你自己信心 每天都在手术台上 还发伤吗 不少 林医生 方先生 那个医院的同事都很关心小燕 然后我买点东西给你送回 都来了 你进来吧 你进来吧 打扰了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看看你好不好 好不好 所有副作用我都有 然后呢 你现在突然来关心我 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办 你到底来干什么呀 又想作为同事 应该来看看你 我想休息一会儿 这段时间我不想见人 你之后不用过来 我一直想要假装 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 怀疑我就是那百分之一 这不是我点的 搞错了吧 没错 这次你就是代表谁啊 代表东医院 在我自己 一会儿直接胡编辑啊 天气报说下雨啊 风里雨 我在等你 我在超市呢 这有好多鱼 今天好我给你做呗 晨晨 我不想你出国 我舍不得你 林一 你有大分蛋蛋 什么意思 我讨厌你 今天怎么样 没样 给你带几个手 谢谢哥 妈现在这样 我下楼取过快递 她都怕我累着了 咱们出去转着 可以吗 我终于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去哪儿 来这儿干嘛 多无聊 这不是我给你写的吗 你还留着呢 这个是什么 那个是小时候 她送给我的礼物 这个就是小爹对不对 好可爱啊 非用了 你这次言人在家 要以待的无聊 就随时过来吧 我一直想要假装 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但那种恐惧 是真的挺难克服 万一我就是那白人之一 但我相信 我一定可以迈过这个坎 反正我们一直陪着 没什么好法 正义出来了 好开心啊 你说我们俩这样 算不算难凶难迈 情 看在某人最近突然 狼狗变舔狗的份上 我就引起他加入我们的姐妹 你真好 听你哥说 你俩最近突然变得特别热 为什么突然这么大转变 其实本来都已经荡到谷底了 结果这一出事 反而又开始升温 好像我们都很默契的 不去触碰那个经济区 只享受当下 我们都想好好珍惜 很简单 很澄清 这票原价280块 你这880块是不是太贵了 能不能再诱惑一天 不讲价 这个信息在大冬江洋啊 是啊 而且啊 这次是全明星阵容 不过听说 好像票已经卖完了 今年的承担律师 周六的时间留给我 哦 是我的小峰主任吗 我要告诉你的 小峰主任还说啊 她说 搬回你准备 我还是想复杀 你不用关心我 我长大了 能照顾好自己 刚才想复杀吧 我打电话就是想问你 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我在超市呢 只有好多鱼 今天话我给你做呗 我给你做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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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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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可能都没敢去陪你了 再见 小峰主任 我现在保证 特别是对定 你请我去看看他吧 我怕我现在过去 会让他觉得有压力 我爸 我哥 现在又闻到小峰 天生不是我 要是天生是我就好了 你都一了白了好吧 你不在 小峰主任 那天我哥就躺在这张装上 我跟着火草 可是现在 我跟着火草 最后什么都没有开始 都没什么 我遇到的之后 怎么没有改变 因为你有独守别人物的旧事 你是每次做的同事 包括小人 每个人都因为你改变 那有什么用 我不会拥有你说的那种心 话就说 你会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人生 就让我一个人活在这无处 我已经只有很两点时间 是白急吗 我是 你因为涉嫌职务犯罪 需要配合调查 请跟我们走一趟 你去忙吧 你去忙吧我 听说是那个警务管队 说是前不久那个中江油创营才出的事 给平美送你了 这帽子还能量高吗 那当然了 别说是咱们了 就连我们主任那都是调查购调的 这回是医药公司的一个员工实名组 这白急给评委送你 这钱难不成还是从他自己补套出的 听说一个评委八万 所有的调查组织医药公司的帐 这公司的什么医药代表 财务啊 共门主管什么的 被调查的时候全都购买了 惊天丑闻 这就彻底扬了 喂 哥 妈被监察委带走了 什么时候的事 一个多小时钱 说是前不久 东江油创人才出的事 给评委送礼来着 姓名身份证联系电话 你们跟当事人是什么关系 那是我妈 小红 妈 小红 就问了几个问题 那什么问题 是因为白主任让你送你的礼物 都是我的错 他怎么可能只送你一个简单的生日礼物 我第二天就都还了他 或者他为难你 我估计还是跟这个有关系 原来是这样 现在问完话就没事了吧 这次优创评选了 我还是给他高分 那白旗 他递交的课题 角度非常独特 也很有想象力 他根本就用不着走外门邪道 应该没事 急死我了 对不起 怎么怪你呢 你平常不琢磨这种事 其实这是好事 没事 咱回去 那回去 保重啊 张晕 什么事 就到这儿吧 我能感觉到这段日子里的改变 你的生活 工作的天气 你也会主动跟我分享下去的事 我知道 这些对你来说已经好 我也试着告诉自己 可能这就是我们相处的最佳模式 但是渐渐地我发现 我已经不会再需要陪伴的第一时间 相亲了 我搞到今天晚上这次不见的票了 你不要联欢一起去 好啊 你不先问一下你是周医生吗 他最近很多手术吗 你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吃苦瓜的时候 跟你说的这个世界有很多 无厘头的地方 世界的大客 那之后我经常想 也许我们每个人 也都被困在一个过大或小的世界里 有楚门的世界 有陈岳的世界 有周晓峰的世界 可能无论是对我们个人 还是对我们的关系来说 当我们觉得困顿 不知道该怎么向前的时候 就是该寻求突破 该离开的时候 对不起啊 我又单方便做了决定 很遗憾 面对给你你想要的爱情 不是的 是我想要诚实地面对我自己的心意 保重啊 赵医生 这家伙伴 赵医生 and in case i don't see you again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and goodbye 再来的事 谁知道 不管怎么样 我尽全力 争取过了 还会借 太贵了 这太贵了 你这想清楚了 为什么要为还没发生的事 你还会 顺顺利利 长命万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